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看到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股票市场大市暂时升了74.2581229点 内地股市都不明显升了 上证升了3点,户芯7点 但创业板指数是要跌 我们聊聊天性的谐測 见到陈德林是金管局总裁 陈德林在金融科技州出席了一个节目 他说只有科技者,只有天下 他想跟新加坡和深圳一起合作推动金融科技 说到金融科技,香港一定是落后一点 内地那边已经发展得很快 因为你都知道现在在内地 就不会有人拿过钱包出来 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有趣 他说现在有一个行业,过千年历史的行业 在大陆已经没了,是没得混费的 就是财仔,因为没人拿过钱包出来 你一定是用手机支付宝 或者是微信,绑定了银行去付钱 现在香港是比较落后一点 但是都不要紧,我们股民很有福气 因为我们可以买到一些 fintech公司做得很好的股票 有些什么公司呢 我交给Pier去说一说 首先说,刚才提及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新闻 说国内方面的小偷可能自己是没得了 其实是没错的 你说科技类这部分的发展 其实是令到很多行业是淘汰的 也不单是国内的小偷 其实最近也有很多相关的行业 是慢慢的昔眉 说一些特别是邮差的行业 也是很明显的 全部都是用email、whatsapp 这些沟通平台 但其实这件事 我看上去就不算是太差的 一样东西在这里 科技方面,发展总会有些行业会淘汰的 你说iPhone、智能手机 也是取代了很多计数机、闹钟等等的功能 但同时间,如果在职位方面去看的话 其实最近也看到 其实现在也很流行一些所谓的KOL 这件事其实是N年前 是完全大家都想不到的 但随着科技发展之后 很明显看到这类型的行业 是新加了很多行业 Piegel是否想着要向这方面发展 没有 没有这样的潜力 是 说回其他 Fintech 今天也是金融科技周 陈德林也有说相关的 所谓和新加坡 其他外地方面合作Fintech的新闻 亦都是想跟大家说Fintech是什么 Fintech是分很多种的 首先是一种大家都比较最近熟悉一点 支付类的服务 这方面其实大家都是 特别是科技股 亦都是看到腾讯 Apple这部份这类型的大型的科技股 亦都是加上所谓的Apple Pay WeChat Pay等等 其实这部份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增长的潜力在那里 你又说消费类 以往人一般是用Credit Card 来做支付一些相关的东西 但现在慢慢变成一个 透过手机程式去做这个东西 亦都是很多Data方面 科技类的股份是可以拿回来的 但是以往因为银行方面 实际上它没有好好利用到 所谓的客户支付的记录 例如香港那些银行 恒森和区服 对 因为始终说监管的问题 不可以让他们乱来 把资料如何再 manipulate 再怎么去用 责任都是回到陈多南道 其实不可以这么说的 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如果科技类去发展的话 其实是在取代银行很多的业务 所以之前其实银联 都已经出过声 说过这个腾讯 阿里巴巴 是 没错 现在香港就始终没有阿爷 没有一个阿爷的角色 他说哪家公司去牵头去做 腾讯都是大陆公司 是 没错 香港没有一个这样的企业 现在和黄又跟他们 好像拉一批 是 没错 你说这类型的科技股 是慢慢侵入这个市场的话 其实都是不可以怪他们 因为始终说这部份的增长钱并 是很强的 你会说一些客户 是把钱放进他们的币 里面 其实这个资金 其实是 money fund 就是全世界基本上可以说 是不断增加上来 可以做到很大的 你说香港没有这类型的股份 其实都是比较可惜一点 因为始终说香港 没有本地僵 有这些股份 是的 没有本地类 但是本地类其实现在都见到整个trend 算了 大家都不熟 是的 什么林明珍 是 林明珍 是不是 是 林明珍 是的 他是做广告的 是这个所谓的借贷 或者类似融资类的服务 这个是一个比较 黄秋新的众筹 众筹 是的 众筹 这个比较香港个别来说 是比较新一点的startup 所以这类型的企业 我相信来说 未来是有一个不错的增长潜敌 而另一方面 Fintech 也不单只支付类服务 也有比较跟金融类 可能再近一点的 一种所谓的 algo trading 即是计算的交易 亦是应用在很多的一些 特别是在wallin身上 因为始终说交易成本来计算 wallin是便宜一些 亦是可以透过algo trading 做一个比较密集式的trading 但是来说这部份 暂时应用在 algo trading 是不是高频交易那些 类似这样的 中间有个计算 然后计算出来 什么位买 什么位买 中文叫算法交易 算法交易 即是怎样计算 去什么位去cut loss 什么位去食股先 这部份 什么公司在做这些 很多比较小型的公司是有做的 多数都是一个 所谓的 自营的proprietary trading 即是自己帮公司赚钱 另一部份 也有其他的 proprietary trading 叫做坐盘交易 即是自己自营交易 自己帮自己交易 亦有所谓的commodity类 商品类 商品类 还有一个 currency 即外币 我没有潜力做翻译官 有 是货币交易类 这些全部是24小时的交易 所以这部份 应用在算法计算方面 应用得会比较好些 当然elgo trading 这个东西 香港已经走过很多年了 相信来说 亦都是用一些 有机会 香港有些start up 可能自己写个program 出来 去做一些计算类的 现在暂时来看 都是说日本那种 比较commodic 日本那种的程式 而另一方面 Fintech 类型 都是有第二种 有分很多类的 当然 最近最烈的 刚刚上市的 好像是6060 是透过互联网 去做一个保险类的 产业 这是一个新的 Fintech 类型的概念 还有另一个 Fintech 类型 亦都有其他的 所谓的blockchain 一个所谓的blockchain类交易 就是当一个使用者 用了所谓的 input data 进去 然后他会记录 整个的一些流程 以往的交易记录等等 而推算未来方面 一些所谓的消费模式 甚至是一些 投资的趋势 blockchain 即是区块链 那些人就会联想到bitcoin 即是电子货币 就是区块链 就是他们用这部份的 去交易 最近国内 虽然国内在打压bitcoin类的 消息出来了 但其实国内也是 说回爷爷想打哪样东西 哪样东西就真的上升 流价方面 其实都打了很久 一直上升 bitcoin也是一样是这样 所以说这类型是阻碍不了它 加上比特币方面 亦都是有不同的 说完几只fintech 你自己觉得哪些公司最受惠 当然我们要教育人 fintech有这么多类 哪间公司可以提到6060 港股方面 当然不得不提一只腾讯 其实真的是一只龙头 刚才说的那几样 只是bitcoin没做 什么都有做 是的 基本上都有做齐了 说到 vechat类的pay交易 亦都是市场预期 增长潜滴是相当高的 你说如果真的买股 或者这类型的科技股 亦都可以跟大家说回 未来如果有任何科技股 是上市的 亦都可以 不需要担心 即刻买入去 一有科技股 越民算不算是科技股 越民算是 但你说fintech类 不是特别算是fintech类 是科技类的股份 金融科技你才看好 不是 任何tech股都看好 科技类整个板块来计 整个trend来计都是向上 有李嘉诚入股的一只 叫雷蛇Razer 这只又怎样看呢 这只都是科技 这只都是科技的 电竞概念 是电竞概念 有些硬件类 有些滑鼠 keyboard 甚至乎电脑等等 亦都是有个 比较大一点的研究机构 IDC亦都是公布 它未来方面 全世界在电竞方面的开支 大概都会做到 差不多1600几亿的美金 每年来计算 所以预期来计算 这部分 亦都是相当有潜在增幅 所以如果Razer 都是上市的话 其实都是可以考虑 实际其实是打机 实际其实是打机 是的 我说不打机 虽然我对它那些产品有多精良 没有什么特别去研究 但是这类型的板块来计算的话 其实都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强势一些 你刚才说的那些Fintech好看号 700 6060这些最看号 不如我们说6060 因为都看到股价 最近不停回 看到很多支阴烛 去到80元这些水平 知道很多人抽了新股 持有现在怎算好 抽了新股就不用怕 抽新股不用怕 但是有些高追 因为你看到它80几元 70几元 当时都很多人进入了 90元都应该有人进入了 没错 现在在挨价 85.5.5 其实我觉得这类型的股份 长渣的话 绝对没问题 你说如果真的短炒的话 这部分这个时候来计算的话 当然跌下来也有点担心 但是其实说持有长来计算 我又不太担心 今天始终说 一来背景强 二来概念在这儿 三马概念 加上这个本身的业务方面 也是做得比较强 你说这部分有些技术回调 我觉得都合理 因为始终说升幅都挺快 加上可能有些投资者 也有想着 接下来也有越民上市 也会不会将资金转一转去那边 也是一个原因 令到它这些股价比较差一点 都是长远来计算 不怕持有 我觉得这些股价比较差一点 嗯 好啊 明白 700你又是整个Fintech最看好 就是700腾讯 351.60 什么时候买都说 还可以升 但是贵 是贵 是贵 这些股价比较强 加上它未来的IPO的pipeline 也持续有下来的 最近当然是说越民 相信来说 会有不同的一些 之前它也投资了一些不同的企业里面 也会有一些IPO在这里 所以说未来方面 我觉得腾讯真是不怕的 长远来计算 这两只都耳熟能长 你有没有新东西带给我们 都可以的 你说最近看科技股的话 我看金碟268 虽然说它最近的股价升了上来 但是其实实际上 它上半年来计算 都走得比较慢一点 加上也是看回公司的业务方面 它是做一些云计算类的业务 特别是针对中小型的企业 也是说它本身现在的业务 也是趋向所谓的 遥拒一些办公室的概念 就是个人不需要坐在办公室里面 都可以控制到里面的东西 这方面其实是对于一些不同的 比较小型的中小企 有个成本是有个很明显的 一个的坑分在这里 加上它本身的业务里面 除了做小企业之外 它有云计算服务 也有做一些大的企业 当中包括万科等等 这些国内比较出名的一些企业 都找他帮忙 它本身的业务方面 看回上半年业绩来计算的话 其实收入方面仍然在升 差不多一成半了 亦都是增长率 相对来说是OK的 但它在做的那些没有特别改变 为什么突然之间 它本身是做一些比较软件类的 service类服务 但它现在的策略 就是做云服务 亦都是跟Amazon有些合作 所以这部份的增长潜域 我仍然是相对来说看好的 至于如何部署去买入的话 我觉得这部份最近这几天 可能都升得比较急一点 如果如果跳下来 可能差不多4元 我都考虑先去买一层都OK的 那你的目标又看到多少呢 268的话 目标如果是长线的投资者来计算的话 我当然会觉得这类型的增长率 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 公司也都说到 去到2020年复合的增长率 是有一个高的双位数的增长在里 如果看回目标价来计算 我暂时看回 如果持续中线部署的话 我会建议大概看回7元左右的目标价 中远国际呢 因为通常一说268的话 就会认为354这样去说的 那自己又怎样看呢 这种中远国际 354我就 老实说这种比较少一点 所以你说这种来计算 都是软件类股份 但是软件类股份 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做这个 对比它做云的服务会差一点 当然它说中远国际都有做云计算服务 这种来计算的话 如果科技股来计算 我觉得都是OK的 所以你说这种来计算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的 好不要紧要 Fintech那方面 你有其他跟进东西可以随时再说 我们回答Facebook的问题 因为见到Jacky Lee 其实刚才那次已经有问的 Facebook他就想问10800和171 两种都是煤炭股 你看一下10800现在正在做的钱 10800 中国神华 升价1% 18.72 之前呢 其实它那个特别息很吸引 我也有打算去进入 但是 现在都见到 拍完息之后 都一直在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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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2 怎么去部署呢 他没有说说他有没有货的 有没有货也好 其实煤炭股来计算 我个人来看 就叫除了他 憧憬这些所谓的运改概念之外 其实我觉得其他方面 都不是特别太理想的 因为小雄说 国际能源的价格 那些油价方面 其实都保持着 最近来计算 虽然说 未来11月30号 亦都在OPEC有一个相关的会议 提及到一些 有货 原来18.98元 18.98元 国际能源都是比较差一点的 至于煤炭方面 其实煤是比较骚髒一点的 花石燃料 所以你说中央方面 亦都不是太希望去做太多这些 发展得太多这部分的业务在这 所以你说神华方面 其实煤炭股方面 1171 其实都是看得比较中性一点的 你说如果有货的 18.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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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货的 其实我觉得 这段时间来看股价 是有少少落后一点的 若然如果可以 叫做弹上来 可能弹上到19元 流上的话 我觉得先减一减磅 因为其实煤炭股 真的个人来说 是一般般的 但是美丽中国 又要搞环保 一定会限产 这些煤炭股 如果限产的话 没有煤炭价就会涨 没错 但是始终来说 整个国内政策 除了限产之外 亦是说要减排 这部分是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 因素在这里 你说煤炭股 短期内会不会涨呢 其实都不排除 但是 涨幅有多少 其实我也是有点保留的 所以都是维持着 说 弹一点点 就放一放 有点利润好走 对不对 对对对 明白 好啊 我们看看另一个 Jenny Im 这个答了没有 124 有两手 124 答了了 这个 OK 2382 对不对 他答了2382 是信宇 信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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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 你再说 2382 他说今天跌这么多 搞哪科 是没错 最近来说2382 价格都比较差一点 周围来说 也很明显 看到一个 顶部位之后 也是跌下来的 当然是 当中是有些相关 一些不太好的因素 市场也说 最近 也在国内方面 有些比较多的竞争对手 对于信宇方面 是会比较差一点的 但其实个人来看 始终说信宇方面 其实他本身 他在国内 都是一个所谓的龙头 一些业务在这里 加上说 也都是衷敬他 未来方面的一些 增长率也在这里 特别是说他这个 汽车镜头 车载镜头方面的 一些增长潜力空间 其实相对来说 高一点的 因为看回 其实来到美国方面 会全面落实 一个所谓的 汽车全部都要 安排到一个 最后一个 车的镜头 相信来说 整个大趋势来说 都是会走回 这些类型的 一些方向 加上你说 汽车类 亦都是 在中国方面 亦都是 搞回5G类 一些 所谓的 汽车互联 一些相关的 因素在这里 所以你说 整辆车会将它 变成一个 改变 慢慢的改变 为一些 比较高科技类 一些的 产品在这里 所以你说镜头类的话 即镜头类的话 相信来说 是会对于 这部份 有一个比较大的 增幅在这里 而另一边 其实 国内方面 亦都有推出 不同的 相关的 一些的手机 特别是 华为最近 亦都出了一部 新机在这里 所以你说 对于 信誉方面 会不会 未来方面 会不会 在市战力方面 会被竞争对手 侵蝕得那么紧要呢 我觉得 暂时来看现阶段来计算 我觉得都未需要太担心 至于你说 如何部署的话 当然说 最近股价是比较弱一点 你说 若然是真的 暂时未有货来计算的话 当然 我都建议大家 在这个位置买进去的话 都不需要太担心 若然一旦 市场可能再差一点 可以穿到 105元以下的话 相信来说 到时候 先减减榜 因为有机会股价 会有机会再试得低一点的价位 但是你说 若然仍然都可以守着 在110元楼上这些位置的话 我觉得暂时 都未需要太担心 好 我们有一位email 叫ChimanLearn 他有一个portfolio 四个股份 他前提很等待才使用 他每个股份都有差点 就想问应该如何处理 939有钱赚 5.89有货 2388有货 725是1.5 8280是1.9 其实 在挨压力一点 就是中国数字市份 8280 是一个哲学性的问题 如果你很等钱用 你的portfolio 你应该走一点 你赚钱的股票 还是走一点 你输钱的股票 其实看这几个股份来计算 都分别很大 一方面就是创业版 中国数字市份 其实他这一只 说真的 他前景方面 都行不行呢 其实都是一般般 说他都是做一些 所谓的数字类的供应商 解决方案 电视台方面的 相关的产品 服务产品等等 你看回最近 也都是说 最热的那些 都是说 全部都是 偏向做一些 网友的视频 包括说 什么爱奇艺 国内那些 比较大一些 加上最近 也都是看回 很明显的 TVB 也都是 一直在卖 它旗下的app 就是买那个app 其实对于这些 这部分来说的话 相对来说 是前景 是比较 不是太理想的 所以你说 如果真的走的话 我觉得 就是考虑先走回中国视频 尤其是说 股价走势 也不是太过美 还有 它前景方面 都是一般般 你说如果其他 你手上的portfolio 都是一些的内银 我看到是 其实港银 港银和建行 其实都是ok的 还有前景来计 特别是2388 也都是说 最近的highball rate 也都是 keep着 就是叫 是升上来 对于它来说 一些的业务类的话 是有一个充劲在这里 还有 就是港银和939 都是同样的道理 也是国内的strival rate 也都是 维持着一个高位 所以你说 对于它未来 或者它 未来公布出来的业绩的话 相信来说 都应该不会太差 这个时候 公布完业绩之后 我相信 它的股价 有机会再会升一点点上来 但是相反说 就是中国视频 中国数字视频 我觉得 现价位 可能 就是 忍痛 嗯 如果你的strategies 现在反而是应该走一些 质地差一点的股份 对 本身质素不好的那些 你说质素好那些 7.25 我看不到它一毫半 有机会买到 应该是一个半买的 7.25这只股票 7.25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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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都可以先拿着的 因为它的相关的 4只的话 你建议它走一只 如果4只建议 都不够钱 都不够钱 走三 很难答你 都不够钱 那可以怎样呢 如果走两只呢 那两只 我会最迟走这只 23800 最迟走23800 是的 这行动也不想走 如果你说真的 都不够钱 但是下个星期出来的 业绩应该都不一样 因为中信行 中信行 因为始终它本身的 行是比较小一点的 它相对来说 4大行来说 比较多一些的 静者出的时候 我相信 它的业绩活动得好一点的 而且以长线来计算 上次都以为业绩好一点的 出来的内衣不是令人失望 都是失望一点的 但是实际上 它的不良贷款額 全部都是见到 是一个见底 一个迹象在那里 虽然你说 可能的息差方面 是差一点 但是始终国内政策方面 所谓的供给质改革 也都是淘汰了很多 一些不太好的企业 令到它现在的不良贷款額 是慢慢慢慢 是叫做再收缩在那里 所以你说 对于这部分的内人板块来计算的话 我觉得都是可以 就是前景都是ok的 好 那顺次序 Chi Man 你可以听听这个sequence 就是次序去走 8280 然后725 然后939 2388 好 多谢PHA的分析 刚才说的股票有没有 也没有 好 多谢 稍后再见